你好,中美争霸,第二节 我们刚才说了 杀纳曼父子开了第一枪 就是沙地 国王和他的儿子,王柱 开了一枪,究竟这一枪 谁是他的盟友呢? 说了三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是特朗普,第二个可能性是拜登 第三个可能性是俄罗斯 就是普京或者和中国三者之三个可能性 我觉得大约是这三个可能性 很难再出的了,因为 这一枪一开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如果沙地自己去玩 未必屠杀到这么多 未必做到一个这么大的后果 那你当然说,三个可能性 也有的 你说拜登 我勾结你 杀纳曼父子 那你把油伤打死 那你就拿到你要 把油伤打死 那你把油伤打死 那我刚才说了一个朋友 叫Eddie 他提到 其实沙地 大约是需要9元美金的成本 做一桶 有 俄罗斯19元 那跟着呢 大约21元是美国的叶岩器 我想美国不是每一家叶岩器都这么便宜的 但是有些是贵一些 那些就被淘汰了 但是杀不尽的 那因为这个杀不尽的概念 可能杀死了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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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油田啊 或者Edmonton 北海油田大约44元 哦 44元很贵啊 Edmonton就27元 Edmonton都可以捱到啦 那如果是这样搞呢 北海油田就死定了啦 因为 可能他已经挖了很多年了 那些油没有那么多 藏得深 要越长 法国的成本就贵了 那你都知道了 一个油呢 他初初挖的时候 他油多呢 他逼出来可能成本不是很高 但是呢 他后来挖到没什么 但是他还有大半哦 他採油的成本呢 就开始 要挖得深一点 那他还有很多在地底 但是 採杂的时困难 可能採的时候 成本贵呢 那他就不拿咯 那现在我 我要用 我的油沙 我要拿 拿成 六十元美金才能採到 但是 我赚那么少钱 那我不採了 可能我在加拿大 我在加拿大 Edmonton有一些油沙 油沙就不值钱的啦 但是Edmonton还有其他油 那些油就没那么贵 二十七元都挖到 那我 油价有五十元六十元 那我有钱赚呢 那我当然就继续挖 是不是 但是油价跌到二十七元 那Edmonton就倒闭了 挖什么鬼呢 挖起来 那我没有钱赚 就不挖了 那会是这样的 那Eddie这个说法呢 究竟有多适合呢 我不敢肯定啊 不敢肯定 就是 是不是叶岩器 加加都只有二十一元便宜 这个我有点怀疑 但是 既然油价跌 究竟是不是 杀到叶岩器 美国叶岩器 所有叶岩器 应该杀不完 但是呢 也都 某个程度上来说 对美国一定有打击的 那这一枪 但是如果这个是 喂 打不死 那这个是一个金融嘴击 是不是 那这个金融嘴击 那真的不是 阿川普的问题啦 阿川普 其实阿川普也有可能 打不死 那些油价 油价很伤 我早知道 我有钱赚而已 是不是 美国国际压低了 那美国有利 是不是 但是产生金融风暴 那你 如果我是拜登 和 我为了奪权 金融风暴 不理啦 可以是这样 但是 喂 但是 你如果搞坏了 那我上台 我搞不定 我怎么连任呢 我譬如我老 我是拜登 我上台了 我老 那接着呢 我找个副总统 希望继续做 我老得仔 我不连任也好 那我 我都希望他连任 他副总统扶得正 是不是 那 那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他搞得很乱 救不回 因为今次 我上次说过了 上一节我说过了 喂 你 这个油价暴跌 40%左右 因为由50元跌到30元 最高 平时建开50元 现在跌到30元 没有了四成的油价 所以 就啟动了金融系统的 扭转 各样东西 这个金融系统 各样的扭转 可能产生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那 我刚刚跟你说 我看的开市 开市呢 道指呢 昨天升完12点了 即是星期一跌2000点 星期二 就 升回12点 现在 星期三一开市 又跌650多 S&P 跌74 纳指跌200多 即是说 Lester 即是几个东西 全部都跌到死 那怎么办 即救不回 这一枪开动了 启动了金融危机 拜登真是为了赢 为了整死Trump 去启动金融危机 那第三个可能性 完全不关美国事 是俄罗斯 因为普京 和萨兰曼在这儿谈的嘛 他们两父子 在猜拳 大约都摸到方向 大家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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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递的方法 谈好 你知不知道 大陆 发明了一个 是 我不记得了 就是那个 叫做 量子通讯 量子通讯 是最先进的 联系方式来的 是没有任何方法 可以 是 去 可以被别人摄听到的 我怎么知道俄罗斯 会不会 和 沙地 弄了一条量子通讯的渠道 哈哈 我不是说科幻 其实也是有可能 因为 沙地 在中国 是投资了很多钱 去做炼油的设施 而80年代 中国向沙地 提供了东风三营的导弹 搞到 独裁者 撒达姆 在伊拉克 不敢打沙地 类似类似 其实 中国 和沙地之间 是有渊源的 如果 比如说 举例 美国佬 就 弄了些人 弄了个七叔 去 兇去 撒纳万两兄弟 那那个亲弟 说我仍然是第二代 为什么这么快传给第三代啊 那这个七叔 就是 苏德里 就是他们的母亲 Sudevis 这个七叔就说要奪权 美国佬捧他 现在我就说 喂 你影响着我们父子 王位成全 你美国佬 你弄这件事 你捧七叔来干扰我的儿子 我的七 如果撒纳万来说 就叫七弟 他排第六 他的弟弟 他叫七弟 七弟 是威胁我 我现在黏大陆 我黏普京 跟着我就玩东西 那我一次过拉完他两兄弟 跟着我就开枪 直接就要把美国佬弄去 三个可能 究竟谁是对的呢 我只是说 我不清楚 这一节 这件事 说着这么多 补充是这么多 那其实呢 你见到标题 我们在说第二些东西 因为呢 其实呢 我首先要说 就是说 大陆那边 美国就不断叫 要量化宽松的了 而大陆那边呢 出了一个新的terms 就说 现在在这个危机 要重建的呢 大陆呢 要尽快做一些 叫新基建 新型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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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七大范畴的 现在你看到 就是说呢 尽量要做多些 5G基建 大陆就说 要投资5G的话呢 呃 暂时说 起码超过一万亿人民币 要继续建 现在我听到 5G基建 已经有五十五万个 但是呢 可能还起多些 那可能 因为5G的基建 一直都是5G的做法 是要密麻麻的 越密麻麻呢 可以呢 才可以保持到高速度 就是它不是好像 3G4G可以很疏的 就已经 顶得到了 5G是因为一些很快的东西 比现在 起码 4G10倍以上 它是用一个科技呢 始终就是 要尽量多基站会好些 对于5G来说呢 对于美国是很不利的 因为美国的基建很差 它不会说 喂 中国不断建一条 高速的高铁 在高铁的铁路上完线 就是这样 报机站 是不是 但是 在美国来说 它行5G 可能大城市可以密麻麻去做的 但是 离开了大城市 它玩不到5G 因为 它根本 那些人住得疏 它根本 基建又差 它怎样去铺这些基 怎样行5G呢 有困难的 但是 中国人口密度高的嘛 它铺5G的话 它是强调的 它是强调的 那去做5G之外 第二样就叫做 特高压 特高压 可能你 不知道是什么 原来 中国呢 书电网的技术呢 全球第一 它有一个特高电压书电网 特高压就是这种东西 它就说呢 这个技术呢 要再发展多些 那么这个特高电压的电网呢 就尽量就可以说 喂 可能它 它的发电的设施呢 可能在 在四川 可能在云南 在贵州 那里水自然多嘛 那么它找到一些电 那么它用来传送过去 上海啊 广东啊 或者北京啊 就是这样 因为如果它那个 书电那个 效力高 那就不会说 在电网上浪费了些电能 譬如说 举例 现在中国呢 可能在北面 譬如说 新疆啊 内蒙古啊 很多沙漠的 那些沙漠的里面呢 是 如果你弄了些太阮电板 我收了些能源回来了 譬如说 在很多地方 那些山头不适宜 但是譬如说 我说过 台山不如建些 风扇啦 那些 风力发电啦 那样 或者其实 中国北方 有些 不适宜搞那么多东西的 一大堆山啊 沙漠啊 那样 很大风的 整些风力发电 但是可能产生了些电能 怎样传送呢 如果普通电网呢 可能就 哎呀 你整了也是浪费啦 是不是啊 你特高电压电网 可能你的输送方面 就不会浪费了 但是当然啦 特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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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压呢 可能他也有一些 储电的设施啊 就是可能呢 譬如说 一些 我们现在的手机 或者是一些车 那些电能车 是用一些鋁电池的嘛 那可能就弄一些 的 草电的 站啊 可能很多 就是 一些很巨型的 草电池 就是可能整座 整座 整座山 这样的 一个草电池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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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存起来 那样 用来 用来 用来去输送 特高电压 去输送一些电 这样 有时再输送的时候 中间有这些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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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住 我觉得这些是科技东西,我不是真的懂 他说要搞这些特高电压电网的基建 第三就是承制高铁和承制轨道交通 他说要继续建一些高铁 因为中国来说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走高铁 比如说西藏,我只是很简单说 今年2020年就会建村藏铁路 开始村藏铁路建到雅安 雅安去到西藏临之一段是未动工的 反过来说由拉撒到临之,就是西藏东面的城市 是正在建的 但是中间有一段很难建 因为由成都向西走到雅安 就建好 但是雅安和临之一的中间一段很难建 那么今年会动工 其实不够的 因为拉撒要向西走 但是中国是最好建的 最好建成了 新疆铁路 最好建成了 新疆铁路 最好建成了 最好建成了 新疆铁路 最好建成了 新疆铁路 其实中国也有一些 偏僻的地方 铁路还没有建成了 所以都是要建成了 以前做的 现在都要继续建成了 第四件事 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 就是说可能在一些大城市的地方里面 就可能会多些 就是他们已经大量用支付宝 就是微信支付那些 那你用手机 跟着你 你那些电能车 你就用插槽插进去充电 但是这个充电站要够多 是不是 就是可能你说 譬如说 举例技术高的 可能 第二时可能 充很少时间就搞定 是不是 就是可能你 插进去酒店里 有这个插槽 插了 OK 你可以插100公里都可以 这样 那你充大半晚就搞定 但是中间 你说 我 我觉得不是很够电 现在很多高速公路里面中间 有一些休息站 那些休息站 变成了就是 这些插槽 是重要的 那可以 如果说插槽 这些休息站够多 那就 吃个饭 15分钟都差了 差了很多格 那就搞定了 继续走 那我觉得这个 都是中国 想 去发展这些新能源 避免用少一些石油 所以你说石油 第二次 会 越来越少 越来越 越来越 越来越少人用 是不奇怪的 因为中国呢 方向就是说 尽量转电能车 减少用石油 另外 第五种 是大数据中心 就是我看到 中国现在呢 他会选择了一些 比如说 在 在贵州建的大数据中心 因为大数据中心 他呢 要那些地方里面 要有些水好些 水资源充足些的地方好些 因为 他那些 数据中心里面 要用水烂便宜 不然你开冷气肯定贵 对不对 因为他 存东西的时候 存一些资讯的时候 那个 server肯定热的 所以呢 其实 现在呢 你说 以前你听贵州 就是鸟不生蛋 现在贵州是科技之城 专做一些大数据中心 但是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地方 有水资源的 你不一定只是贵州的嘛 可能 四川啊 呃 呃 呃 云南啊 又或者中间 湖南都 很多水 就是那些水资源都OK的嘛 中国南边 所以呢 可以多建一些大数据中心呢 对时呢 可以呢 配合5G的发展 另外呢 AI 这个很重要 一向都说 AI呢 是 要跟美国佬斗的 主要是斗AI的 这个呢 AI的发展 一向都说 第四次工业革命呢 其实重要的组成一部分 第七样东西呢 就叫工业互联网了 看来呢 跟物流网是相关的 就是可能你 呃 地时的工业 可能很多都是automation 自动化的 但是有一些的特别 除了我说 人民用的互联网之外呢 可能去搞另一套的互联网系统啊 这个呢 exactly是什么 我不鬼知的了 因为那些文章都没有详细解释 但是呢 中央呢 就颁布呢 就是说 喂 这七样东西 基本上呢 人工智能力牵涉第四代工业革命 啊 第四代工业革命 我记得好像什么石墨熙啊 呃 新化 即那些 那些 生物科技啊 啊 跟着 核能 核聚变啊 啊 反而5G呢 没算是第四代工业革命的 啊 人工智能就是了 啊 那你看看中国呢 中国其实呢 希望呢 发展这些新基建呢 就 呃 一个适合方向来去放水 呃 其实呢 美国的量化宽松很多时候的钱呢 就走鬼了去 呃 那些财团那些金融机构那 跟着呢 他们炒到那些东西 就 瘋了 甚至就 扔那些钱来中国呢 炒贵楼市 这个是 0809年的呢 那时候的 呃 金融海啸呢 就美国印钱 就中国水浸 现在呢 中国呢 面对这个呢 新肺炎的疫情啦 就是这个 之后 经济的混乱啦 因为这个疫情 令到中国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经济上面的困难 是事实的 虽然说中国很劲 受得过 但是经济真的有困难嘛 那现在呢 他就说了 中央要放水 但是呢 新基建呢 是一个呢 是有方向的去放水 喂 我如果放了去 水给你 你只是炒楼的 或者炒股的 炒了一些毛利那些东西的 其实那些水呢 其实就不是一个好的利用 现在中央呢 意思就是 北京那边呢 就说 我可能放水 可能十几万亿 我听到好像十五六万亿的 但是可能分十年啦 很多年的 那就不是说一年之内 只16万亿人民币 那么变态啦 是不是 但是他总之就是 放中央要放水 但是放水呢 就在这七个方向里面做事 是的 那么我觉得呢 我就觉得呢 如果你说 现在中国的制度 和西方比较 和美国比较 在这个疫情 你看到美国呢 就好像 真的没有方法去处理啦 是不是 特朗普 看到个 星期一的股市倒下 他就送市 就 心里面怕股市倒下 怕自己黏入不了 就在那里写 就说 喂 其实大家不用怕呢 流感啊 come on through 整死 去年都整死三万七千人啦 大佬 平均年年都死二万七至七万的啦 喂 三万七很少 喂 喂 去年那个市民照升 2019年 你们这帮人怕什么 这个肺炎呢 这样 喏 特朗普说的东西是很不负责的 是人都知道这个肺炎 在科学上来说 他比come on through 就是比一般的流感 死亡率高很多 他现在为了 come down 社会对新肺炎的危险 不怕 他就在那里 大言不惨 就说 喂 三万七 去年都死三万七啦 现在 喂 但是你三万七是几千万人中了 一个零点几百分之的死亡率 当然啦 你这三万七会不会混合 混合 混合新肺炎 现在就 很多人都质疑你啦 但是 特朗普这个说法就是 喂 他做事根本就是很闹哨的 在这个肺炎的表现里面 我其实是很不看好的 甚至有些美国的一些的人 就不是特朗普自己的 有一些KOL就说 不如预三亿多人全部中了 放弃啦 三亿多人中了 八成多九成的人没事 是吧 我当你死五百分之的 多数老人 就有些老人死掉了 我觉得呢 老人家都是人命 七十几岁 八十几岁 他们都有很多珍贵的知识 可以传给下一代 老人家不是 可以被放弃的对象 他们是人 是美国人 他们为美国做过很多事情 犧牲过 建设过 你说他老 任由他 中新肺炎死 中国是不是制度 优胜过你美国啊 如果在抗疫方面 中国就说 喂 我见到一些新闻 喂 武汉九十几岁 照救 救得回 好回 出院 我真的觉得 九十几岁都救得到啊 是 是 今次了 中国放水 美国就可能是量发宽充 粗放式去放 又益晒那些华尔街大商家大银行 中国就定向 如果要放水 中国就是要 投资在科技方面 在新基建方面 投资在科技方面 我觉得这个制度比赛 中国不单止已经在 中国和香港这个制度比赛里面 赢了 很快 中国会在这个 未来 这个疫情 灾后重建的方面 中国的制度 会再胜利 会赢到美国的 就是我对中国 我好像那些 桥水 桥水那些 对冲基金 这些 我是好看好中国 为什么 因为像样子 他们不会 你宣传说共产党 杀人不斩眼 杀人暴政 我觉得特朗普说话 才像杀人暴政啊 老友 他说 平时都死三万七啦 你们老子 中了死 中coronavirus 中了死 什么所谓啊 think about that 就是no harm啦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这些叫草奸人命 这些就真的是杀人政权了 当年六四 有二三百人死了 但那场是一场暴动 是颜色革命 看着他们那些暴徒烧车 杀解放军 扔砖 放火 这些是历史记录来的 是暴徒 要面对被镇压 是最有应得的 哪里 这些是暴徒烧车 这些暴徒烧车 是暴徒烧车 跟中国有点暴徒烧车 要鸟状 如果政府无能 使他们这些老人家死 这些是杀人政权 没有所谓 才能写出来的 不过美国人的质素低 除了这件事之外,另外一个提 就是土耳其和俄罗斯 其实3月5日左右 上个星期已经谈好了一个停战协议 先告诉你 这个伊德利布的地图 俄罗斯和土耳其 会建立一个6公里闊的安全通道 沿着M4公路就会 连合重防 总之任何势力不准在这条公路附近 住宅 变成公家地方 就要令这条公路同身 畅通 土耳其某程度上等于出卖了 这些绿色的 契弟子 这些绿色的是什么人 这些就是 我们说过了 征服阵线HTS里面的人的控制 也有一些土耳其系的军队 土耳其系的伴军 总之现在这绿色的地方里面 本来就有很多地方 但现在一清了协议之后 一执行就斩断了 沿着M4公路 可能政府军可以很流畅的在M4公路出入 变成政府军的军事范围 土耳其可以有份控制 但是如果这条M4公路以南绿色的地方变成什么呢 变成被分割开来 跟他们这些伴军分开了 这些人一是就走 不走的话 就被政府军吃了 基本上看来 因为如果要执行和约的时候 土耳其和敘利亚或者俄罗斯 将会 俄罗斯和敘利亚 会完全控制在M4和M5公路 整个国家就打通了 这些伴军可以先放在一边 不理着 这个可以告诉你 应该赘利亚战事 已经真真正正完结了 土耳其是吃虧了 但是 基本上 土耳其好像收到 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利益 就找个理由放一大堆难民搞欧洲 这个 现在他就发觉 这些伴军出卖他有没有所谓啊 总之M4公路还给政府军 我又有权管一下 挂个名字 这些军军就已经不再铸扎在一些重要的交通书楼里 有得他在这里自身自滅 放一会儿 接着俄罗斯和敘利亚军队 一执行了这个和意 就会反过头 就会派军向东 打过去 就会将美军驱逐出敘利亚 如果呢 富异得人有些仍然是拒绝 去缴械 或者是被政府军收编的话 将会呢 就会被攻打的 我理解是这样 看来呢 所以美国呢 应该在今年2020年呢 就会被 被迫 在 被敘利亚政府军 驱逐出去 驱逐出去 驱逐出敘利亚 其实美国呢 在敘利亚是很危险的 不过 反过来呢 美国呢 在中东的局势是差 但是呢 由于呢 伊朗的局势呢 都 可以说一句呢 他的疫情很差 那美国如果遇到问题 会不会 趁伊朗病去 发动战争呢 因为 美国里面内部乱了 那现在这个病毒呢 搞到伊朗呢 又很弱的时候 美国会不会趁机落井下石 发动战争呢 去年 伊朗的战争能力 特朗普不敢打 所以无人机被人打了 不敢反弹 今年年头 美军基地 因为 苏罗曼尼被杀 伊朗是报复 其实炸美军在伊拉克基地 炸到美军很多的伤亡 他不认而已 但其实一定有伤亡 现在越查越多了 会不会 特朗普 趁伊朗 有这么大的疫情 向伊朗发动战争呢 向伊朗发动战争呢 一举呢 就反转盘呢 趁美债这么便宜 就是卖多些美债 拿了些钱在手的时候 就去发动战争呢 特朗普的性格 会不会敢这样豪道呢 这些我们再观察 说到这么多先 好看 那 好看